3月4日周一我们做一个A股的收听 今天指数走的实际是还不错的 毕竟又创出了一个新高3040 跟3050就一步之遥了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话题 就是能不能出现加速的行情 是不是 那么你看大有这样的意味 你看探底之后单边的上升 实际这个低点还是在前面的低点上 低点在逐渐抬高 在犹豫当中能不能出现加速的行情 这是今天第一个问题 另外这个地方大家看 筹码出现了一定的松动 上下震荡小散户究竟怎么办 持股的吧 你说有的个股多数个股是下跌的 注意啊 提前卖出的已经卖出的 又踏空 你看今天这指数上涨就不太舒服 是不是应该买回去 实际我们就主要探讨这几个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说 先来回顾一下全天的盘面的一个情况 今天全天走势的 应该说在它早盘的 现在还是有一定恐慌性的 而且黄线是在下的多数个股是跌的是不少的 一度超过5%下跌的个5还不少呢 但是到收盘的时候呢就没有多少了 也就是那么几十只跌幅超过5%的啊 因为上涨超过5%呢 有看了一下接近300只还是可以的这个市场啊 但是这个涨跌比呢就比较糟糕了 涨跌比是小于一的也就是说下跌的个股要多于上涨的个股啊 这种情况呢最近会频繁的出现我估计还有那么个几次的时候 在连续上涨13天今天是第14天指数连续上涨14天之后出现了两次涨跌比小于一的也就是前一次呢就是说上周那个大跌的那天跌的个股还不少呢就那一天还有今天的一天 后边我估计还得出现三次或者是四次至多四次这样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整理呢就算结束了 毕竟要承认这是一个强势的征战整理 为什么因为指数是上行的啊 而且还在什么种情况下 今天的券商跟白酒还有银行房地产 尤其是房地产房地产跌的还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指数应该收出这样的情况 很显然是石油几桶油贡献的力量是蛮大的 其他的呢也有贡献你像煤炭也是可以的 像电力呢也是可以的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有些权重可能将成为后面的这样的一个主力的一个方向啊 如果要加速权重必须要动啊 另外今天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说的是啊 这个北上资金今天流出了70个亿啊 内资呢也跑了二百六七十个亿 这个也不少的 你说这个内资他们还有这个外资 他们是不是在调仓换品种呢 是不是从大家发现今天这个科技这个方向 你比如说通讯设备啊 像什么人工智能啊 算力啊等等这些方向出现了一个冲高的震荡 是不是从这些品种当中做一个调仓换品种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我们要引起一定的警惕 我判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了从一个大的方向上看呢 这些品种的上涨 嗯 根本就没有结束 整个之后还会创新高啊 那我们来说这么几个问题啊 一个是大方向还能不能加速 我判断如果要加速只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地方权重必须要动 而不是说这些科技提材股在动 他们很难带动这个加速这个行业 尤其权重尤其是券商跟白酒 还有银行这必须要动的 地产要稳住 当然了今天的下跌呢 跟地产有一定的传闻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估计晚上看看能不能辟谣吧 等等情况啊 所以说这加速呢 是有这种可能 但是权重必须要动 如果权重要不动 这地方加速大概率就不会加速 然后维持个震荡整理 维持震荡整理呢 也是不错的走势啊 空间下呢 如果要是说走弱的话 空间也就是再踩一下 三级点下方踩一踩也就结束了 毕竟到这儿了 你从小周期上看呢 大家注意 你看这个小周期 小周期的我们看 这个是3009这个位置很重要 它是在脱离了这个整理空间 现在在上面在运行 而且是在向上走的 而且呢离开段好像越来越远了 有了突破成功的这样的一种迹象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所以说加速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啊 那么如果要是重回震荡 大家记住 3009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示 如果跌到3009下方去 那么就在这个下方去震荡了 那么就有踩这儿的要求了 我们看看明天怎么走 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说说大周期的行情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上涨 我用一句话来代表 就是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地方不管它是以空间为主的回落回落 还是说以时间为主的横範 或者是加速或者是不加速 都挡不住后面赢将继续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 这地方第一波的上行 我判断要维持在十多周的这万一个时间 12周左右的那种时间 我们说呢连续上涨13天 13天是一个大数 这个14天就更是大数了啊 如果全农药不加速的话 这地方的震荡会加剧 这方面要做好一定的思想跟准备 那么策略就来了啊 既然是这样啊 那么策略是什么策略 大家发没发现 今天是医药跟医疗方向出现了一栋 它们可没涨啊 就是鞋子向上整理 那么这些没有涨的品种都会涨一涨 都会涨一涨 包括指数类的东西 那么呢 持有这些品种的可以暂时的不动 那吃了高位 你比如说像通讯设备 像英工智能算力等等 短期涨幅有点比较大 你要注意一个涨不动的时候 要做一个节奏上的把握 我说呢可以先减后加 先减完之后再说 当然了 你要是能把握能力的 如果要是你 我没有这样能力 这地方坚定的持股看多 也是可以持股为主 持股为主呢 就是说你卖出了 也在小周期上回补 我们因为持股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啊 那么比较尴尬的呢就是在这地方提前下车的 或者是已经卖出了的 仓位现在很空了的 这就比较尴尬 你要加呢可能会震荡 你要不加呢 它可能连续上涨上去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 大家可以找那些盘整的品种 另外占权重比较大的品种 做一个逐步的加仓这么个动作 那么后边我们说 既然是如果出现调整 那就是加仓的机会 最好是等着一个明确 就是调整的一个加仓机会 那就是最好的啊 我们说呢 调整之后还会上涨 这是极大的概率啊 那么更多的 我们明天的10点20直播间再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